定义一下 出册 S-StyleActivity 那它成为我们的主Activity 那么在这上面 我放几个Text吧 垃圾Text 我设置一下它们的权重 我设置它们的权重 这是设置它的一个布局的 内部的布局的 我们设计一下它权重 下面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给它定义一个样式 给它定义一个样式 比方说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textview 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 能有一个红色 绿色或者黄色这样一些样式 那么我就先来建立一个样式文件 那么样式文件在哪里呢 我们在values里面去定义 values里面 大家就注意 我们在其他的这个里面去定义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它自动生成的r这个类 下面的子类名字 是不是就是文件夹的结构 但是唯独values不一样 对不对 唯独values是根据你资源里面的那个标签 来来生成子类的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什么color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你起什么文件名在values下面并不重要 你所有的你的定义color也好 定义样式也好 还是定义stream 还是stream arrow也好 你全部都可以把它写到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名利 你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文件 我们给它写一个名字叫styles 下面就是我们resource 这个资源里面有哪些 实际上到时候子类都是根据这些名字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外面的这个文件名并不重要 不像我们这些内容 都要根据我们的文件夹结构 和我们的文件名来 对不对 样式 我们看一下样式里面有什么属性 看来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还有别的属性吗 这儿还有 一个名称 一个是它的副 好 我们记到了 我们首先定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叫什么呢 比方给大家起的名字 叫textred 设置它的背景色为红色 的这样一个样式 那么这个样式里面肯定就会有值了 atim 有什么没有 这个也没有 我们一看也是靠一个name 也是有一个name 那么这个name该怎么样来写呢 写法很简单 它的结构是名字定义在这儿 值定义在这儿 而这个名字是谁呢 是我们六元素的属性名字 它是哪个呢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块 这个就是名字 这是不是就我们属性名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 我很坦然的说这个是属性名呢 你可以敲一下 试一下 就像我们刚刚在敲属性一样 Android的 然后你敲个冒号 看到没有 属性就出来了 属性就出来了 我定一下它的background 它的值是什么呢 是红色 我们就定义到这个地方 定义到标策里 还记得我们以前color 是不是也这么定义的 对吧 f 好 这个就定义好了 它的一个这样的颜色 那么既然我提到color 我们就来看 再微信一下color color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给它写个名字 我叫redcolor 看到没有 color里面 有什么标签没有 没有 那么 它 这个时候 给颜色起名字 是不是就这样子 redcolor就这样子 对吧 这是我们以前定义的color 还记得不 好 我能不能让它们相互引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引用呢 照旧嘛 猜一下 什么引用 打个at服务 然后color 下面的 对不对 再来一个什么呢 redcolor 看一下管不管用 就这样的一种引用方式 就是以后都要定义到 OK 我把某一种字体大小定义成一种 比方我这定义一个字体 叫什么title size content size 然后我们在这里头再去用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有这种概念 除了color 我们还有别的呢 还有大小 demon 对吧 这些都可以去定义 好 我们现在就定义了一个红色的样式了 这就是一个样式 text red 我们来尝试用一下 怎么给它用上去呢 它有一个属性 这个就 就不是这个属性了 就是直接的style这个属性 尤其唯一的 只有这一个属性 不用在前头加android的冒号 你就记住了 所以它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atstyle 在这里去选择我们的text red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我们不运行 直接就生效了 是不是就是如我们所想的 同理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别的颜色 green blue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多定义几种样式 text text green blue 那么我们给它指定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效果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在定义这个过程中 我就有点好奇了 我就说 桑迪 那这个style里头 item 我们刚刚用了这个属性 那还有哪些可以属性可以用的 我可以这样给大家说 除了名字啊 那些 你用了也没什么作用 id这些东西 你用了没什么作用 其他的跟外观相 大部分属性是跟外观相关的 对不对 只要是跟外观相关的 都可以用 包括我们的margin 剩余什么呢 我现在玩凶一点 桑迪 我这只留一个名字 可不可以啊 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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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扔掉 还不好针了 太多了 扔掉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就有点凶了 就只有一个id说白了 然后再加一个样式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什么内容吗 什么都看不到了 因为你没有什么 没有它的宽高 那两个b天的属性 对不对 那也这个为什么 这个时候它不报错啊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编辑器不好 这一运行才报错 对 为什么要运行才报错 以前我们总想通 对不对 现在答案就来了 因为它是允许你去定义到样式里面 对了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给它加个itim 先给它定义两个最关键的 layout 不是layout 那个叫什么 他在这个地方改了 好 这个是宽 高吗 高吗 高吗就height 你看改成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如果用那个layout 外式和layout height管不管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值应该是 fill 宽是给它设的是 to build parent itim name height what content 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就认穿了 但编辑器做的真不好 打冒号它不出来 但实际上是在的 还是插件的原因 ADT 肯定是ADT的原因 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写法 要跟这个地方的写法一致 跟这个地方的 这个写法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再给它定义一下 这个权重 好 我们给它copy一下 来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看没有 效果就出来 这样子玩就比较 比较有意思了 这样子 我们就大概知道 是怎么样一个玩法了 反正我们就清晰 那么既然这些属性 都可以用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用 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好像 有没有见过 我们的用过 用过 有的时候在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还用过 这样的一些方式 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用过 这样一些属性 叫 比方说text appearance的时候 定义这个文本显示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会用到一个什么呢 会用到系统的 attr 系统的 看一下 刚才打了一下 没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来拖一个 看一下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系统都提供了一些 它默认的这样一个 文本显示方式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style 里头 就android的 冒号attr 那么这一块 你打开看一下 实际上 它这个里面 也是像style一样的 去定义了我们的 这些属性内容 这就直接去定义属性内容 但它就不局限于 我们的style 包含style之外的 就都定义到里面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 这个地方 我们用attr也管用 用我们的那个style 也是管用的 明白了吧 也是管用 因为我们只是用它 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共用的 这很奇怪 这个地方 这个编辑器特别不舒服 不方便 因为我也不会去死尽 被它这些 所以你看它不出来 不出来 我就 我就只能打得到 这个地方 只能打得到这个地方 下面我就要通过 alt加问号 就它也不出东西 那里没办法了 我就 我就得到 光阳去查了 这个大家遇到 你们就这里去查 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去定义 我们的attr 对不对 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 attribute 这个定义在哪里 我们这里 专门有一栏 是介绍这块的 应用程序资源 看到没有 应用程序资源 那么应用程序 有哪些资源 其实我前面 也给大家去讲过的 前面我也给大家去讲过的 还不知道 大家还记彼的 这是每一种 每一种类别的 这样一些资源 attribute 我们找一下 attribute 这个是style 样式 不玩 我类型还挺多的 实际上attribute 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做web下面 attribute 叫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 你在每个文件夹下面 去找一下 也可以通过这样子 比方我先在resource 这个基本文件夹下面 我去找 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attribute 相关的 那么我在这儿看了 没有 我就去 我认为像的 比方做web里面 有没有 这里没有 我再去vanus看一下呢 我再去vanus看一下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